四名关税局官员涉嫌收取 一千两百到三万两千三百令吉的贿赂 作为包庇机场走私活动的酬劳 四人今天在沙亚南地庭面控 其中一名被告更是面对多达四十二项控罪 所有人都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 四名被告被指在担任关税局助理执法人员期间 向一家贸易公司卡洛斯收取贿赂 作为部检查公司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货运中心出发的罗里 作为报酬 公司代表会转账到私人的银行户头 五十一岁的被告拉西沙穆丁 被指收取了三万两千三百令吉 一共面对四十二项控状 其他三名被告则分别面对四项 两项和一项指控 他们被控抵触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 第17之A收受贿赂条文 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高二十年 和罚款不少于贿金的五倍或一万令吉 是何者为高 拉西沙穆丁获准以三万令吉保外 其他三人则分别以一万和八千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选 案件则定7月11号再次过堂 合作 罚众,证明月29号再次过堂 一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